大家好 大家看新聞的時候可能會常常看到新聞在報說 立法院的立法委員都在那邊大小聲諮詢官員 所以我們就想要問一個問題 你知道你自己所選出來的立委平常到底在做什麼嗎? 他們是不是真的都在立法院那邊大小聲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開院的APP 就叫做立法院大小聲 那今天我們講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拜託你們給我們錢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會給你們錢 它是什麼呢? 首先今天早上八點的時候 我們上了一個群幕專案 然後這個專案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是透過專案的這些群幕 我們可以知道更多人 多少人會對這個專案有興趣 那我們直接講重點 因為這個群幕有很多細節 你可以自己掃QRcode看 那講重點就是這個拖鞋 是我目前私底下去詢問一些身邊朋友 詢問度最高 剛好外面 今天在外面也有一個實體可以看 那捐給我們跟 應該說支持我們跟在外面捐給GNB就送團 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我們有APP內的感謝名單 就是所以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們未來上架的這個APP 已經上架了感謝名單之後才會補嘛 那它就會一直永久留在這個APP裡面 就像那個群幕的電影一樣 都有感謝名單就會一直有你這樣 那這是我們的特殊的之處 那這個東西限量是90個 這個限量是殘酷 因為我們應該沒有時間再去補貨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盡快去看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們認為 只做一個APP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還會希望向大家推廣 那推廣的東西是 我們打算做一個群組 跟大家討論這些政治的東西 我們會教大家怎麼看這些立法院的意識規則 如何攻防 所以我們預計會產生一個討論群組 然後歡迎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網這個QR Code 然後我們有放一個Craft的文件 去解釋我們想要怎麼運作這個群組 那今天也會來設計一些細節 那為什麼說這件事情是我們會給你們錢呢? 因為我們會需要幫忙大家 請大家幫忙整理一些開放資料 然後我們也申請了hyperservice的資訣 那你就可以在活動結束之後 我們會發給你一個hyperservice 就是作為一個貢獻的證書 活動的結業證書 那同時間我們順便也會去看看區塊鏈的線上治理 看看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去知道現實的政治 跟區塊鏈上的政治有什麼不一樣 那為了參與這個 我們會免費送你們一些治理代幣 我們一起來參與這些討論 然後最後傳出來的內容 會在12月下一次大黑歌松發表 到時候也會有平方投票 然後會得到額外的資源 淺錢就可以分給這次來幫忙貢獻 這些開放資料跟政治討論的朋友們 所以有興趣的話 麻煩大家可以上個QR Code 或是看我們上面的文件 謝謝 太狠了 你是來雜賞的吧 那接下來是T 我們就可以進行